由加拿大文物与艺术研究基金会 加拿大同乡联合总会主办 大西洋文化交流协会 加拿大道教协会 加拿大国家教育学会等协办的 加拿大第二届国际文化艺术节 即庆祝加拿大建国150周年艺术展 今天隆重召开 2017年加拿大国际文化艺术节 将联合强大的组织机构 在得到了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从2017年4月开始筹备艺术节工作 分两期 4月30日至7月30日为展品征集期 9月15日至9月17日为参展期 共预设展位几千个 展出面积近万尺 预计邀请观众到展数万人次 加拿大第二届国际文化艺术节 在全面提升展会品质及规模的同时 展会还将组织现场研讨会 健保会 专场拍卖会等多项活动 多种形式的结合将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 2016加拿大国际艺术节举办的非常成功 汇聚众多来自中国内地各国艺术家 带来的数百件优秀艺术作品 上届展会最大的特点是名家绘萃 展品精美 成交活跃 人员构成主要是书画收藏家 投资者 经营者 爱好者 古玩城 高端家居市场 拍卖行 博物馆 艺术馆 画廊等等 在万锦市政府大力支持下 十多家知名的协会协办 国内外几十家媒体赞助报道 更难得的是强大的专家阵容 使得本会无疑创造 加拿大艺术史的空前盛况 2017加拿大国际文化艺术节 将以欣赏艺术收藏价值为主题 发现和培养艺术人才 搭建有效的国际文化艺术基地 把加拿大国际文化艺术节 办成常规化的艺术节日 通过展会让艺术大众化 让艺术市场化 让艺术品商业化的同时 更能促进艺术的发展 同时满足广大机构和消费者 对艺术品的了解和艺术品投资收藏的需求 加强艺术产业各个环节 和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文化艺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我们这次第二阶艺术节 在多方面的帮助支持和赞助下 终于成功地开始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现场 有制画 油画 古董 雕塑 还有文艺表演 这是真正的一个全的艺术节 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一半了 剩下的就是请观众们过来参观 我们的容量超过万人 所以希望大家过来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 记者报道